2018年現在已經要過聖誕節 但是沒有想到 大陸現在卻限制所有的民眾 參與任何的聖誕節的活動 連百貨公司都不能 放出聖誕老公公 或者是聖誕樹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來看一下 2018年的時候 廊坊市的一個城市管理 他們有特別提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15號的時候 下令禁止一切慶祝 聖誕節有關的裝飾以及活動 我記得大陸的話 這個生產聖誕燈泡 聖誕樹 聖誕的裝置的話很多很多 都是靠這個聖誕節來賺錢的 結果沒有想到 大陸自己本身的話 限制聖誕節的活動 好 另外的話 在2017年的時候 還特別舉行過一個活動 他說陝西省鹹陽市 有一間小學的話 舉行拒絕陽節從我做起的一個活動 然後還要讓所有的一個小朋友 要簽下切結書 然後要簽名 到底是怎麼回事 到底是不是因為反美的關係 到底是不是因為美中貿易的關係 所以現在全中國大陸 都在積極的抵制美國 或者是洋人的相關活動 但是美國在這一個時刻 送出了一個聖誕節的禮物 好 來 因為證據不足 美方不起訴這個京東的劉強東 好 來 這大概是 大概怎麼回事 這個本來不是已經講說 他那個性侵的這個事件嗎 而且很高的機會會成 然後而且一判可能就是重罪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京東集團跟劉強東 大概都得到最開心的聖誕節禮物 這個聖誕節禮物就是 劉強東被迷迷蘇達州 這個地方的檢察官說 決定不起訴 那不起訴當然是因為罪證不足 可是我們來看看 在不起訴之後 劉強東的這一份聲明 劉強東自己也發了這份聲明 你看 第一句話叫做 最近幾個月 我在美國的事情 受到大家的廣泛關注 那這事情我們講過 就是他涉入性侵的事情 那重點關鍵字在下面這個地方 來 無論如何 事發當天我的行為 都給我的家庭 特別是我的妻子 造成巨大的傷害 為此我感到十分自責和後悔 然後他說他一定會全力 去彌補家庭的創傷 你知道其實對於劉強東也好 對於奶茶妹也好 這兩個人的事業 其實到後面是綁在一起的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們知道劉強東 他是做京東商城起家 那麼劉強東起家的過程 其實他很打拚 一路拚到他的集團 也一千多億的營收 後來我們看到什麼 看到他不是跟奶茶妹結婚了嗎 你知道奶茶妹那個時候 跟劉強東結婚的時候 還很多人說年紀差20歲 那時候奶茶妹好像只有18歲 對 然後說你們這簡直是婦女戀 還有人說更誇張是說什麼 說劉強東把奶茶妹 娶回他老家去的時候 老家有人 老先生 看到了之後 你什麼時候生了女兒 你們還沒有結婚嗎 你看有這麼有趣的事情 就告訴你說 奶茶妹那個時候是受到 中國很多人高度的矚目 因為奶茶妹其實是一個網紅 而且他的 對 他的粉絲其實是非常的多 所以劉強東要娶這個奶茶妹的時候 其實引起很大的一個討論 因為奶茶妹當初如果你有印象 他就是拿著奶茶 然後他的仰慕者 在網路上告白喜歡他的樣子 再加上奶茶妹其實自己 某種程度也算是個學霸 他在清華大 他是清華大學畢業的 他當初跟劉強東 是怎麼在一起的你知道嗎 當初是他到美國去 去跟另外一個學校做交換學生 然後劉強東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事業拼搏 拼搏 拼搏 到集團破了什麼 破千億營收的時候 劉強東放自己一個將 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去念書 去了之後 兩個人有共同的朋友 介紹兩個人認識 就這樣子兩個人就在一起了 2015年的時候 有點像鳳梓成婚的味道 這樣子結婚了 所以這也是告訴你為什麼 他們兩個其實 某一段是很巧合的 讓他們在一起 但在一起之後 你不要覺得在一起之後 奶茶妹就是完全就是靠老公 也不是 因為奶茶妹自己有光環 所以你知道這兩個為什麼 我說兩個有點像相輔相成 因為奶茶妹跟劉強東 所出席的活動 都會帶來媒體的注意 所以也讓什麼 京東的一舉一動 媒體就特別注意 所以早在京東出事前 這麼一兩年的時間 你知道本來人家還說什麼 因為京東市值成長很快 成長到什麼 人家本來說 因為中國大陸很有名叫BAT 百度 阿里巴巴 騰訊 有人一度還要把B改成J 為什麼要改成J 就百度換成京東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時候 京東有多麼的強勢 但是為什麼我們說 京東在這整個事情之後 你看起來這麼大的一個轉折 很簡單 京東在這之前 就是一個劉強東為代表的企業 他跟他的太太奶茶妹 兩個人幾乎就代表了 京東的一個形象 但是這個有好也有不好 為什麼 因為當公司在往上成長 你個人看起來也很完美 你是一個好老公 你是一個好CEO 你也是一個好爸爸的時候 這一切都非常的完美 可是在於說 你要有下面很強力的幹部 這一段你沒有了之後 當你不好的時候 一切的壞標籤 就隨著投射到京東上面來 所以你想想看 當我們講到阿里巴巴的時候 你絕對不會只有講馬雲 你會講到馬雲 他手下的這個18大將 那這18大將等於跟著馬雲 扛起了阿里巴巴 所以馬雲還沒交幫的時候 大家就很好去猜 阿里巴巴集團的接班人會是誰 所以你想想看 同樣的狀況投射到京東來 這幾乎都強勢的看了就是 劉強東 所以當整個集團都看著他 而劉強東又在美國 出了這麼大的事情 慶雪 你想想看 即便現在還他公道說不起訴 可是問題在於說 這一段時間 對公司的傷害是不是造成了 你現在所看到的 京東這個地方 說第三季營業虧損6.5億 我告訴你 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京東你看他的營收變化 雖然是成長率趨緩 可是如果我們以 今年第三季來說 京東整個集團 他的淨利是多少錢 是30億 可是你要知道 這30億怎麼來的 這30億是因為 他有一個轉投資 獲利了36億 所以他才有30億的淨利 這也告訴你說 本業他有虧損 本業虧損多少 你看 本業虧損6.5億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就必須要講 京東現在面對到很多的挑戰 第一個 京東自己過去 它的營收成長是來自於 我在擴大很多 比如說我賣衣服賣什麼 把它品項增加 品項增加 我營收就會成長 我就有賺錢的空間 但是你京東會做 別人也會做 別人補的速度也不會輸給你 別人取得的 議價空間跟能力 也不會比你差 大家一樣都是這麼多的量 你可以殺到這個價格 我可不可以 可以 大家伙都可以殺到這個價格 你京東價格不見得比我有優勢 這是京東遇到第一個挑戰 第二個 京東的營收成長遇到瓶頸之後 我們說他叫線上 網路上 他開始往線下走 要看實體門市 往實體門市開 阿里也在開 其他人也在開 大家都在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 這個市場非常的競爭 在很競爭的情況之下 你成本支出會增加 但是你的營收 不見得成長得了這麼多 所以這兩個狀況 都是劉強東他以前帶著京東商城 所沒有遇到過的狀況 所以等於說這個集團 以我們客觀來看 他其實需要新的思維 甚至新的CEO 幫他去做轉股跟轉型 只靠劉強東過去的成功思維 他是有困難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到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京東商城自己 是真的遇到了該轉型的問題 而劉強東在這個時候 可能是他後面的大股東們 認為是不是要換人做做看的時間到了 會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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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會不會的 有